颱風過後很多民眾的愛車泡水了 像是這一輛特斯拉就是有遇到類似的狀況 不過這個電動車在維修或是檢查的時候 都有一些地方要特別注意 停車場灌進髒水 一輛一輛車子泡湯 這樣的畫面颱風過後常見 車主實在好心疼 像是這一輛特斯拉車主住在台南 颱風天只是開近地下道 結果積水高度到了輪胎的一半高 就出現問題送來檢修 大部分都還發生在室內 室內插頭很多都已經有泡到水的痕跡 整輛車拆開 里外仔細檢查 泡水主要的災情出現在插頭 這是容易損壞的零件 如果淹水比較深 嚴重一點傷到大電池或出現生鏽狀況 處理上就會更加麻煩 以這一輛的狀況來說 原廠維修價格恐怕會來到一百萬元 把大電小電給斷開 一定要斷開 我們再去做操作維修這個動作 然後我們要去用電腦去診斷 他的迴路哪邊是有阻礙的 達人也提醒車主 如果電動車泡水了 第一時間要注意把斷電拉環拉斷 確保整輛車不通電 避免觸電以及零件損壞 再來就是趕快叫脫掉 請維修廠再走 維修前 儘量不要自己操作啟動 之後再由師傅先清潔在手裡 至於電動車跟油車的差別 因為油車有進氣系統 如果滲水恐怕整組引擎爆燒 導致汽車無法動彈 而電動車大多有基本的涉水能力 但整輛車都泡在水裡面 真的無法保證不會壞掉 只能說颱風來臨之前 民眾還是要先把愛車從低瓦處移開 避免泡水之後 還得花大筆錢來維修 TVBS新聞 黃冠、黃凱敬、桃園人庄報導